沙巴州议会昨天通过法案 为沙巴政府首长 部长与助理部长 政府议长 州议员 以及其他官职加薪 其中首长加薪约1万令吉 从23000多令吉增加到33000令吉 共产党主席安华对此批评 沙巴政府忽视人民困境 应该马上撤回决定 安华昨天在密子书贴文指出 人民饱受生活费高涨之苦 但沙巴政府领袖却调涨薪税 令人遗憾 安华表示 我提醒所有领袖 必须重视人民福利 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在这急需关注人民的时刻 我敦促停止这项决定 同时体会人民的艰苦 沙巴首长兼沙巴财长哈兹兹 提呈加薪的法案 昨天在州议会获得多数票通过 他强调 加薪不会加重州政府的负担 因为每年只涉及560万令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